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間二樓 這是一個公道,樓層數目是十一樓 這是一個1989年起好的公道 不過大家看到裡面的外面也有改變過 所以不會有太陳舊的味道 這個公道是兩房兩次,還有一個釘 其實有很多有趣的陽光房位 稍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1127呎 現在的掛牌價是118萬左右 我們現在首先看看景觀 這間屋大家可以看到三邊窗 有人說三邊落錯 這一邊就是北邊 我現在向著方向正東 今天天朗氣清我可以看到Brandwood那邊 再遠一點SFU的山我都可以看到 還有一邊窗那邊是南邊 所以這間客廳的位置 客廳的位置加上180度的景觀 沒有西邊所以沒有西斜 我先說一下位置 我們其實是Cambi 12階 地標是Broadway的Skytrain站 我後面這棟高一點的樓 上面掛了加拿大國旗 其實那就是City Hall 而我們這棟建築的正西邊 我們現在看不到的方向 其實就是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這邊向北 今天陽光好不過都多雲 所以雲就遮了雪山頂 其實我們這個季節看到了雪山的 那這裏的Cambi橋 大家可以看到 過了對面之後 那個就是下山區 多很多樓 我們其實是看到少許水的 在那扇樓的中間 不過過了水 其實那裏很遠伊稀 有一扇高樓 已經是北溫 然後有山上的獨立屋 這個樓下其實是很多很多配套 等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們看向東邊 東邊我們在這裏看可能方便一點 我發現這個樓是沒有露台的 這是向東邊的方向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樓層 高於前面那一棟 所以我們的建築都很開放的 後面我們可以看到 東邊的Brandwood那幾座高樓 其實黑色那兩棟應該就是神奇的 看看南邊 南邊就沒有那麼開放 那些樓高一點 我們看到有一個Model School 還有旁邊的樹衣被遮住 其實那是City Square 我們稍後也有機會可以去逛逛 City Square 我們看完外面的觀看之後 又看看這間房子 其實我站在這一個位置 全個都可以為客廳位 大家可以留意到 地上有這些黃黃藍色的盒 這些其實是Baseboard的取暖 因為通常窗 會是最多冷風進來的位置 所以很多以前的大廈 窗邊都會有一個Baseboard 窗全部都是雙層玻璃 再加上Baseboard 就可以抵抗外面的寒風 這邊也是客廳位 其實它分了兩塊 如果有需要 可以當這邊是Living Room 那邊是Family Room 或者當那個位置是Bang 也可以 然後來到這裡 中間一點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盞吊燈 這是飯廳位 它現在放了圓桌四人台 其實如果梳化推遲一點 或者這邊都可以放過再大一點的桌 坐六七個人 那廚房在哪裏呢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很有趣 這個廚房的設計 其實它在中間 但因為它這邊也有窗 所以都可以有陽光進來 而且它是可以兩邊關閉的 這裡有門 這裡也有門 所以如果大家說怕那些味重 兩邊關了門 都可以放了油煙 不過就會暗 因為這邊有乾進來 忘記和大家分享 這間屋 雖然它有這麼少在柳寧 二十幾三十幾年 屋主其實最近都做了很多更新的 例如地板是他們全新換的 大家看到這個是Lemonade 廚房的地磚沒有換過 不過廚房是在五年前的時候 屋主做過全部的升級 包括大家看到的Carnetop 還有這些廚櫃也是比較新的 然後某些電器 例如雪櫃也是近期升級的 這些電器就是跟回五年前的時候的配套 我們可以看看廚房的設定 兩邊的廚櫃在上面 因為有人在住 所以我不打開全部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的儲物空間 然後這裡做了一些櫃桶 大家可以看一下 雙升盤 這邊也是凸出來的桌面 下面也是櫃櫃 這個是電鍋 然後整個 裡面也是放煲的 之前分享過 然後上面這個七頭煙機 就是連著微波爐那一隻 這邊也有些儲物空間 爐頭也是一些櫃桶 再來到這裡 這個就好像Solarium陽光房 我們唐人喜歡掛衣服 這樣一定會掛衣服 然後這個地方 又可以很多 譬如可以當作是小小的 早餐也行 或者你當作廚房 就擺很多食物也行 或者你當作什麼都行 又是一個空間 兩個窗的角落 就看一下 那些儲物空間和房間 這個呢 就是空間 洗衣機和乾衣機都是新換的 這個品牌是Samsung 這個模特兒看上去都比較新 大家可能以為門是否掉了 其實不是的 這個是磁石 這樣吸進去 就不是說拉出來 有條軌道那一隻 所以一開就可以全開了 好 那廚房在中間 然後這間房的建築 其實就是分兩邊房 走到這個位置 如果向這個方向 就是向東邊 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尺寸 都大 15呎x12呎 大家可以看到我 深度那至少15呎x12呎 所以變化較長 另外這個卡屎 ,還有個比較大的層中間 這邊又上面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有櫃有電視 再後邊還有寶寶床 然後這間房間還有一個特色 入到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是一個階段的 另一個像Solarium的地方 你可以關掉 關掉它有什麼好處呢? 夏天就可以隔一隔熱 因為多了這個空間 房間是冷的 早上沒有那麼熱 冬天也沒有那麼冷 因為外面有一個空間 這個地方可以當作書房 放東西也可以 現在屋主再做了一些櫃放衣服 除了這裡有早櫃之外 這邊的洞也有一個櫃的 有一個額外的空間 可能它的面部比較容易放 看完這個Solarium之後 我們可以看看那個洗手間 洗手間的位置在單位中 所以這裡做不到一個窗 整個洗手間都是新造的 包括櫃子 下面的櫃子 這些有儲物空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升盤底的空間 鏡子 面盤也是用冷凍的牌子 然後馬桶在這裡 浴缸的洗手間 浴缸可以拿下來 這邊有掛毛巾 看完這個浴缸 洗手間之後 這裡有兩個衣櫃 我也問了屋主 可以開給大家看 在裡面 其實自己額外 做了一些櫃子 去掛東西 這兩個衣櫃 兩邊是通的 中間的牆 後面是空的 可以連通過去的 看完這一套的主人房之後 另外一間房和洗手間 就去到門口這邊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門口位 先 它出來門口這個位 中間接駁這裡 就是地磚 地磚也是新拖 先看一下這裡 門口位進來的鞋櫃 或者掛餐櫃 就是這樣的 然後門口在我後面 這個洗手間 就是第二個睡房用 或者客人用的 那些衣櫃也是一樣的 只是洗手間 就變成一個洗手間 纖維底盤 好 這間房 這個是第二層 這間房就沒有剛才主人房那麼大 門口 這裡就放了衣櫃位 可以進來看 對 這個是門口的衣櫃位 那間房的面部 就向東 也看到一些北邊的山 也有雪山view 旁邊這個可以開的 他也做了這些沙窗 如果大家想到外面的窗 其實就拔開這個 就可以開山 我們這邊的沙窗 喜歡這樣做的 這邊就放了單人床 這裡有一個空間 然後長的這邊 就放了很多小朋友的書 玩具 我猜這個小朋友還很小 大一點就可以放在師奶奶做功課 首先 這個建築 那個號碼是2628S Street 它是屬於溫哥萊西區 Fairview 我們剛剛掛牌了幾天 掛牌118萬 1989年的樓 然後地稅2703元 管理費452元 兩房兩個洗手間 一個 complex叫做Campbridge Garden 它的尺數是1127呎 然後我們看一下地位 為什麼剛才說不用開車 都可以到處去 房子在這裡 它一到街已經是巴士站 然後後面 剛才我們看不到那個City Square 那個大型貨物商場已經在這裡 過對面馬路已經有Sky Train站 Broadway City Hall Station 大家看到這條街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食物 有健身 什麼都有 還有一個就是 我知道有些朋友是喜歡 或者有些朋友是記位的 就是去旁邊的醫院 如果家裡可能有長者 或者需要經常去醫院做檢查的 醫院其實就在旁邊 除了搭Sky Train也有巴士線 有兩條巴士線 17號 還有15號 就會走Campbridge這條街 一路可以連接下去 然後另一條 17號 就是可以走這個 是走屋的 另外Sky Train Map 好像之前都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這個就是溫哥華的Sky Train 那個地圖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Broadway 上面隔兩個站已經是下跌了 下面我們是屬於溫西 一路下去可以連接去到Oakridge 再去到下面 Richmond Broadway都是Sky Train線上面 橫黃色這條是千溪線 這條線可以去到Bernway那裡 去Metro Town 你可能又轉一轉 這條線就可以過去了 所以都是一個比較中心 和到處都可以去到的位置 但是這一棟 我們下來樓下 那個建築其實有一個泳池 然後另外旁邊那棟高樓 和這裡一些矮的 都是屬於這個 complex的 中間他們有個好像是 中央庭院的地圖 給大家散步 我們現在去外面看看 門口這裡有少少 visitor parking 然後對面大家看到這個停車場 就已經在溫哥華的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我們現在就去City Square看看 其實已經到了 很快 對 這一個 entrance 其實來過剛才我們大樓住的地方 是遠一點 因為我已經高敷了進來 先探一下路 大家過來看看 這個City Square其實很容易認 它是12階 在甲Camby附近的一個摩 它的特色就是它有很多落地玻璃 大家看到它的摩正門 包括天幕都是一些玻璃 有陽光房 一有太陽進去的感覺 會很暖 當然它也是室內的 大家跟我進去就會看到 甚至是室內的摩 但是它的設定 就做到好像室外的感覺 大家進來看看 看到這些燈柱 它的感覺好像是去過Gast Town 或者是一些比較旅遊區的感覺 這是一個摩的設計 特色來的 這邊有些理髮店 有整鞋店 在這個open area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City Square也有很多食物 因為到處的設定 大家可以看到 那裏有些草 然後有些磚牆 有些感覺 這個商場 我們現在就下去看看 大家看到 我們現在下去 其實在這裏看過去 就全部都是不同的食物的店 中式、西式 什麼顏色都有 這裡還有一個超級市場 叫Sun Given Foods 有牙醫診所 然後這裡有個Farma Safe 我不知道它是 收拾了還是準備開門 然後前面也有一些賣飲品 賣咖啡店的店 我們現在就走出去了 好了 我們現在就來了Camby 我們一路向前走 前面就是Camby 和Broadway 我們就會看到Sky Train站 巴士站 和很多其他配套 如果大家看到 再前面那扇樓 其實已經是Vancouver的Downtown 因為這個Camby一直直去 就是VancouverDowntown 我們就來到這個 T字代表是Sky Train 進來都會有Sky Train Map 這個簡直是一個很宏觀 除了Sky Train之外 有很多巴士線的Map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Broadway和Camby 附近 原來這個圖比我更多 這個圖 這裡開始一個個Blog 什麼都有了 公園在這裡 5分鐘的走路 然後City Hall 然後有London Strogs 然後有Holiday Inn 有Shopper's Drug Mark Holiday Inn附近有一間酒樓 我突然間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那間很好吃 吃過很多次 然後附近有Canadian High 有BestBuy賣電器 這邊就是我們剛才走過的City Square 這裡 這裡比較繁忙 我住的區很少看到這麼多人過馬路 這裡很多 因為Sky Train 剛剛出來一群人 可能剛剛有一班車到 看到對面有銀行 還有一些商店 走路會看到有巴士站 對面馬路會看到有C.I.B.C. 不知道大家在影片看不看到 一路過去都有不同的商店 所以住在這裡 大家就明顯看到很多行人 在街上去他們的目的地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我們看完景觀 我們再看看 噴口水 好了 1127呎 現在的掛牌價就是 現在的掛牌價就是118萬左右 不行 這樣會變成花水 接下來會盡量在IG 每天或隔天 分享一些樓盤的新的更新 今天講一講 Parkside Alina的模式 之前在Youtube跟大家分享過